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今天再来学习咱们IOS UI开发中的另一个系统空间 关于一个提示空间 这个空间的名字叫做UI Activity Deck Interview 这个东西我们在应用中也是十分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界面进行加载的时候 或者是将要进行一个下载任务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延时,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给用户一个提示 界面就卡在那不动的话 会给用户一个错误的信息 让用户以为我们的应用程序卡死了 或者我们的程序卡了 或者是界面卡了,对吧 这样的话如果用户不是特别有耐心的话 很有可能就把我们的程序关掉了 并且以后也不会再用我们这个程序了,对吧 所以只要是有一些延时操作 或者是一些等待操作的逻辑 我们都会使用一个提示的空间 让用户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加载中 让他们耐心等待 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常见的 就是在屏幕的中间出现一个原色的圈 在一直转动,对吧 这个圈转动就代表正在加载东西 还有一些,当我们进行刷新 或者是加载更多 或者是刷新数据的时候 也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提示空间 我们在项目里面看这个系统的UI ActivityIndectorView怎么使用 我们打开Xcode,先建一个项目 好,我们把语言选成Swift 我们打开Xcode向开始 语言选成Swift 好 我们创建一个这样的项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系统这个空间是一个什么样的UI模样 和咱们前几节课一样 我们先创建一个这样的对象对吧 Activity ActivityIndectorView 等于UIActivityIndectorView 这里面也是通过一个from来进行一个初始化 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放在屏幕的中间对吧 就是我们把它 X设置为self.will.from.set their.width除以2 加10 把它给设置为20乘20的高度 好 高度我们的外坐标我们也设置为self.will.from.set.hit除以2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样一个位置 可能不太精准 我就大致放在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加在咱们self.will上 好 我们加上完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我们可以先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我们先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屏幕上是不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 对吧 所以咱们这个Activity ActivityIndectorView和其他的will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咱们其他的will像是一些label button 我们创建完之后将它加在屏幕上就可以立马看到 但咱们这个不一样 咱们这个加到屏幕上之后 并不能马上看到这个空间的存在 而是当我们这个空间调用一个begin方法 或者一个start方法开始的时候 才会显现出来 比如我们在下面调用一下 tvtstartanimating 对吧 开始动画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样 我们给这个self.will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把它设置为一个灰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屏幕的中间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白色的圆圈啊 是吧 并且它这个一直在旋转 然后是给用户一个提示 说明是咱们这个界面正在加载 或者是某些下载任务正在进行任务中没有结束 对吧 可以给用户一个这样的提示 当然如果我们不调用这个startanimation方法的话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空间了 咱们这个空间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和这个start的对应 对吧 比如说我把它写在这个他吃begin中 我们重写一下这个点击函数 屏幕的点击函数 我们在这里面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说明为一个全局的 这里面不能够用这个 就把它写死 我们先把它写死 好 stop 对吧 跟start相对应 咱们上面调用了一个start的方法 是让它开始展现这个动画 对吧 我们也可以调用这个stop让它结束 比如说这个东西可以在我们 这个地方忘了除二 这个可以在我们下载完成之后 或者是界面加载完成之后 然后调用这个stop方法 是咱们这个提示空间取消掉 对吧 它就不再显示了 这是一些最基础的用法 我们可以先来把注释写一下 创建一个提示空间 活动提示空间 开始活动 这个是停止活动 好 这些技术方法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自定义 比如说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一个stile的方法 对吧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方法创建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这个先注销掉 我一样创建一个 activity activity indector view 等于 这里面会有一个activity indector style 对吧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初始化 这里面要求我们传入一个 UI activity indector view style的参数 对吧 这是一个枚局类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这样几种枚局 一种是大的 白色大号 一种是白色 还有一种是灰色 对吧 我们刚才那种就是默认 默认情况下 这个地方其实是白色的 UI 这个地方的提示不出来呢 我再复制过来 对啊 wet 咱们默认情况下是wet 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来看一下 比如选择灰色 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我把这个背景色给住掉 不然背景色也是灰色的 有可能会看不到 没有设置他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下他的position 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下他的center 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下他的center 设置一下他的中心 是 他设置一下他的东西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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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size.hit除以2 对吧 这个Xcode对Swift的语言的提示能力 还是没有OC强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提示空间 是不是变成一个灰色呀 对吧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是白色 现在这个变成灰色 但是还有一种 我们还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大号的白色 这个东西就会尺寸上就会大一些 好可以看到这个提示空间对吧 这个Activity Indector View 是不是更大的一号啊 对吧 这是一个这种风格的 除了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这个风格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属性 我们可以先可以进行自定义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属性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贴上去之后 就将这个空间添加到ADD Subway 添加到咱们这个Self.View的指示图之后 并没有展现出来 并且当我们选 当我们调用那个StopAnimating 停止动画之后 停止活动之后 这个东西也就隐藏起来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属性来控制的 Headens will stop 这个属性默认是yes的 只要是我们这个空间处于非活动状态下 它就会自动隐藏 如果我们把这个属性设置为Files的话 设置为Fone 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一贴上去 或者是我们停止之后 它也是会展现在咱们的屏幕上 只是不再转动了 除了之外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Color 对吧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背景 设置咱们这个空间的一个颜色 就是说我这里面随便设置一下 T.Color 把它设置为红色的 等于UiColor.RedColor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个Activity inDectView 是变成了一个红色 对吧 是一个红色风格的